演習書班的老師 陳慧天老師 謝謝老師 兩位老師 兩位老師 還有各位嘉賓戰友 這個五眼我已經很多年沒進來了 我是74年到77年 我連個禮拜天 但是禮拜六我先忘了 也是坐到這邊來學習的話 跟潘錦布老師學 一直到我結婚以後就沒有辦法來 這個 我們主任 他在我們所有的教的學院裡面 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 第一個看人認真 他以前都是騎著摩托車把 然後到美學館 然後下一科來看 另外的話就是 他的作品留言都是班上最多的 所以 每次在他的作品的時候 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而且他一定都是第一個看的 第一個看的 那麼他在他的學習制度 我想如果大部分的 學書法的人 能夠跟他一樣的話 我想書法可以走得很廣 也可以走得很深 一般來講 我們在平衡一個人的書法 遭遇好不好的時候 通常我們不會只看他的自身好不好 好 那個只是一半而已 那另外一半的話 我們更注重他的書法 學養如何 好 那麼這個學養的話 就是 你要看很多的書 好 那麼這十四年來的話 那個補子會拿大概看了 不少的書 好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說 今天你看看 應該是 要多看書 不能只有寫字 如果你只有寫字的話 那個 那個底子就比較淺 所以如果從學養來講的話 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從學養來講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書看的 也是蠻多的 有關書方面的 另外他的學習方法的話 就是 後面這邊呢 就寫這個 鑽的 他除了學鑽之外 他還寫經文 他還寫腳古文 那麼這個 學書法 很少有人 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就去寫腳古 就去寫那個 經文 很少 但是你學書法 學到某一個長度的時候 你想要在月深 你想要提到你的 書法的水準的時候 你必然必須要對 古文字 必須要了解 所以小傳是最基本的 然後呢 經文 然後呢 腳古文 那麼 我叫這麼多學生呢 那 學腳古文的 好像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所以 所以表金塔 在想說 我學那麼多腳古文 這個 只教一個學生 但是 你那個學生 要能夠走到 我 我 對書法了解 然後我必須要去學 學經文 我必須去學腳古文 這個 學書法要學到這種程度 嚴格來講 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沒有某方面的覺醒的話 你永遠會覺得 經文啊 腳古文啊 那個跟書法好像沒有多大關係 但是我經常講 你學那個現代凱書也好 你學歷書也好 尤其是學行草書也好 行草書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學法 像歷書有很多特別跟凱書不太一樣的學法 其實如果你從凱書去了解歷書 從凱書去了解行草書 有時候是不正確的 因為他很多草書啊 很多歷書啊 很多歷書啊 他都留有 那個經文 就是我們古文字的痕跡在裡面 如果你不了解古文字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深入了解到草書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當你 所以有很多時候都希望你們學草書的人 我的學生裡面草書也有寫得很好的 很多歌大講的也好幾個 但是他們都沒有辦法像吳祠瑞的一樣 走著分深入去瞭解古文字 所以吳祠瑞在我 那麼多學生裡面的話 我可以講 數一與數二 應該不是數二的 是唯一的一個 最深入的最廣的一個 所以我很注重他的發展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他的那個草書作品 其實真的他倉庫裡面還有很多很好的草書作品 他如果說我們明天要馬上要辦 第四次展覽 馬上可以了喔 我因為 儘管安排 因為他實在很少看到那麼用功的學生 他以前那個丹老師也很用功 他以前當學生可能就是這麼用功 謝謝 謝謝丹老師 來來跟我們講 然後講這次的展覽裡面 可以講 我們看到作品 剛才參考的了解 他的字好像都是一筆完成 如果你知道他是怎麼寫字的 你就會發現他寫這麼多字 有多困難 我那麼多學生啊 我會一直到過一個人的家 看過他的工作的地方 就是Grun 旁邊家的客廳跟這個展覽裡面差不多 旁邊都是畫的照片 然後還有一個張桌子可以寫字 然後他自己的環境裡面 也有一個專用的寫字桌 下面還可以打光的 然後他寫字 不管大字小字 都是站著寫的人 所以他就是被書法划沾一整天的人 都站著寫 這個就是要相當有提議 像我在寫的話 我大概 比現在提議的話 半個鐘頭就休息了 然後你要寫這麼大的作品的話 可以這樣畫嗎 站著寫要可以這樣運動 調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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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在寫的時候 他的那個用語是韓國壯的 然後他寫的草書 跟我很多的很多的學員 還有看過很多的人寫草書 他一樣 有很多人的草書 是為比賽而成的 是為展天而成的 他不是為家庭而成的 所以他可以寫得很狂 他可以寫得很亂 他可以寫得很嚴 他可以寫得很礦 就是礦氣點氣 黃氣 那麼吳主任的作品比較快 他除了掌聽可以刮之外 他的作品如果刮在一般的家庭的客廳裡面 也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在看那個草書的時候 草書因為他是律動的 但是吳主任的草書 他除了律動之外 他有一個很多些草書 比較快會達到的 你發現他的草書 是很和平的 是有靈境的 線條是波動的 但是他的境界 是安靜的 不是安靜的 那麼這種氣質的話 這種氣度的話 就是個人的修文 其實還有其他都是寫得這麼好 那個宗教的含量 到底他身上有沒有發生什麼發酵 我們就不來聽清楚 應該會有吧 所以他的草書的話 看起來特別的響 而不會有入漢或者野 或者礦氣的那一種感覺 你關在家裡面的話 那個氣場也不會受到不同的影響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完全要看個人的修為 這個是我覺得他重點的一種看 那今天來的話非常高興 就是兒子也長 父親也長 然後可以舉辦連長 還有這個先上天下的 這個從日藝術的人 我兒子就不太理我好了 我兒子只關心一件事情了 爸爸你的作品到底可以賣多少錢 那我一點都不關心了 不同階段 我們寫快快樂樂樂的寫就好了 對我來講的話寫的好畫不太重要 寫字的時候手會不會抖 不太重要 寫字的時候眼睛能不能看得到 不太重要 我認識很多藝術家 有畫薄畫的 有寫字的 眼睛都半瞧 照寫不悟 還是寫得很快樂的 那個梅花大師 扣培成 已經過世好幾年了 他80幾歲 他過世前一兩年 我還跟他一起吃過關 他眼睛看不到 照樣靈鐵 眼睛看不到會靈鐵 照樣畫沒畫 用心畫 用心畫 不要用眼睛畫 那所以 這個 書是可以 沒辦法一輩子 我沒辦法寫 我姐不也在抖啊 我姐不也在抖啊 我說走好啊 我說你小數沒辦法 你就寫大字 15公分的沒辦法寫 你就寫一寸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陳老師 因為我們待會 還會有 好好好 請陳老師幫我們 一一 好好 一一那個 介紹 你有辦法想說 有事堅信 謝謝 所以我是覺得 恭喜這兩位 一通中心的 大人 謝謝 謝謝